男人撞见鬼了 因为每当午夜的十二点 门口都会传来陌生女人的呼唤 那声音温柔婉转仿佛自带魔力 有好几次男人都被交了起来 差一点就要给女人开门 但每每她走到门口那声音就会戛然而止 男人透过猫眼朝外看去 而门外赫然是空无一人 其实自打男人搬来这栋公寓 他就隐隐察觉到了不对劲 先前拧取钥匙的时候 管理员那不情愿的表情就很奇怪 按理说房子租出去对他来说是好事 可管理员却哭丧着个脸 而走出电梯门时明明头顶是老大的太阳 男人却感受到一股阴风拂面 而他的房间又偏偏是四楼的444号房 而他打开房门的时候 不祥的预感让他瞬间汗毛到里 不过现在让公司给自己换地方住 已经来不及了 男人给家人报了平安后就开始收拾行李 而就在这时门口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男人有些奇怪 他才刚搬来附近根本没有输任何朋友 就在他以为是管理员时 突如其来的女生吓了他一跳 哪有刚搬来就碰到艳遇的 尽管声音很甜美 男人还是忍住诱惑没有开门 还特意通过毛眼朝外看去 哪只门外却空无一人 男人只当是谁家的女朋友走错门了 可当天夜里 那甜美的女生居然再次想起 而且听起来还带着哭墙 可现在已经凌晨两点了 再开玩笑也要有个限度 很快他就跟管理员提起此事 毕竟这样下去他就要精神率弱了 可管理员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没忍住告诉了男人事情 其实男人现在住的那间屋子 已经空置了十年 据说上一任屋主的女朋友不见店 被屋主爆打一顿后扔了出去 从此以后女孩没完都会在门口 哭诉着祈求男友原谅并求她开门 可上任屋主直到搬走都没有原谅女孩 男人得知了事情后 就想让管理员联系一下女孩 毕竟现在房间有别人住了 还是注意一下比较好 男人懵了 闹半天他是在和鬼打交道 见管理员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男人只好每晚在门口 撒一措言用来去写 一开始这招还算有用 男人睡了几晚安稳觉 可一周后有一天晚上 女人甚人的哭叫声居然再次响起 尤其是他这次的哭声要比前几次都要大 甚至原本洁白的言对 竟瞬间变得比目还要黑 而且他一直在哀求男人开门 男人越听越渗人 就在他想打电话报警时 一声脆响 装满白岩的刺碗镜瓶空碎裂 随后不过五秒 装有男人一家的合照 也瞬间掉在了地上 而就在男人起身 想要浮起相框时 一个模糊的人影 竟从门上缓缓浮现出来 而且那人影越宁越时 不多时近身穿一袭白衣朝男人走来 而且边走还边只问男人 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给他开过门 男人吓得瘫坐在地差点哭出来 心想自己都不认识他 可眼前的女人却越逼越近 尤其是女人那张被长发盖住的脸 时钟看不清全貌 男人无路可逃 他只能尽量蜷缩身子不予女人之事 但突然女人竟扑通一声 跪在了男人面前 男人彻底不淡定了 没听说这晚一害人之前还给祸住磕头的 看清他面貌的男人 再也压不住内心恐惧叫出了声 第二天经过多方打听 男人找到了女人的坟墓 敬拜了一束鲜花 并诚恳地告诉她 她的男友早就从公寓搬走了 自己才刚住近了没几天 自己上有80岁孩子 下有刚会走的老母 男人真心诚意地希望女鬼能够重新投胎做人 或许就能遇见属于她的新缘分 而从那以后 竟真的没有再发生过怪事 男人以为一切终于跪于平静 起了一天早上他出门上班 迎面竟从他开过来一辆卡车 眼见男人就要冥想一次 突然冥冥之中男人竟直摔在地上 奇迹般地躲过一劫 周围人都以为他是在发疯 而只有男人自己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 もう駄目だと思った瞬間 私の腕が何かに強く引っ張られたのです あれはもしかしたら 彼女からのお礼だったのかもしれません